巴西弹风波延烧大半个月 今天下午传出陈吉仲请辞获准 而对此行政院晚间特别发出声明 表示隔魁陈建仁认为 陈吉仲有责任迟迟向各界理清质疑 并将进口弹政策进行通盘的检讨 因此并未准辞 将请陈吉仲在下周四的行政院会 提出检讨与测进报告 而行政院也将准备完整的资料 向立法院提出专案报告 期盼能尽速化解社会的疑虑 也确保国人粮食安全 以及国内弹农的生计与权益 而最后带你来看